哈喽 大家好 我是彩虹 今天我们来做个好吃的家常油饼 油饼想要做到起成好吃 手法很重要 但还要简单 不能太繁琐 下面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500克面粉 加入5克盐 增加筋性 分次倒入300克60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 揉成稍软的光滑面团 然后给面团表面都均匀的抹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 密封饧面30分钟 现在天气比较热 饧面的速度也非常快 像这样就饧好了 现在案板上抹成油 取出面团 不用揉 直接整理成长条 分成六个面剂 取一个面剂 用手按扁 成长条形 再用擀面杖上下个擀一张 在表面抹成油 扫撒点盐粒 然后双手提起面皮 像这样向后搂 边搂边出褶皱 搂起来以后再拉长 捏住两头向中间卷 卷的时候要注意要平行的卷起 不要拧劲 卷好后两个落在一起 成饼坯 都煮好了松弛五分钟 垫饼上开大火预热刷油 油烧热了再放入饼坯 将饼坯在锅中按扁 一面烙至金黄后翻面 另一面烙至金黄 这时的饼基本已经熟了 如果有颜色不均匀的可以再翻烙一次 然后将饼在锅中多摔打几次 这样层次就松散开了 出锅 我们的加上油饼就做好了 看看这层次非常的丰富 而且都是小薄橙 有没有一种藕端丝连的感觉 还特别的柔软呢 看着是不是就馋了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一下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点关注哦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